在某个遥远的非洲小国 见状的黑人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狂飙 那仿佛随时要散架的单车上 总是载着数百斤的香蕉 在盘根曲折的下坡路上 这些黑人就像一道道催命的黑色闪电 以70公里每小时的惊人时速 向市场急行 他们就是来自布隆迪的奥德彪 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奥德彪出没的地方是非洲的布隆迪 这里是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 在布隆迪 用自行车进行交通运输非常普遍 而且除了用自行车拉货之外 这里的黑人运输工还很习惯搭便车 在布隆迪 搭便车是一种先进的非法运输方式 每天在首都不穷不拉的公路 只要有卡车路过5秒钟之内 卡车就会被十几个自行车手包围 这画面就像是破产版的美国公路汉匪片 卡车成为自行车手的最佳选择 是因为他们面积大 可以下手的地方多 而且卡车加速度比普通的车要慢很多 不至于一下子把胳膊拽下来 这种骑车搭便车的行为显然不值得提倡 但布隆迪人坚持这样做 却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这些黑人像是敌后武功队一样 挖卡车从来就不是为了好玩 自行车是他们为自己争取生存权利的武器 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骑车拉香蕉不是为了锻炼身体 而是为了生存而战的斗争 为了谋生 这些自行车手把自己挂在卡车后面 穿过布隆迪最危险的道路 从山上运回香蕉或其他物资 布隆迪位于非洲中部 土地肥沃 但是人们却极度贫困 为了生存 当地人在北部的平原种植了大量的香蕉 香蕉是布隆迪普通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在城市的郊区有个自发的市场 农民们会选择在这里把香蕉卖给中间商 香蕉可以用来酿造香蕉啤酒 这种啤酒堪称布隆迪的果酒 啤酒作坊的人会在这里大肆购买香蕉 一个星期要买两次 交易完成后 送货的任务就落到了这个 叫塔让的年轻人身上 而运输的工具就是他这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 卖香蕉的人自己是不敢骑车送香蕉的 实际上就算是经验丰富的骑手 进行香蕉运输也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工作 山顶和市区之间的距离 只有35公里 但这条路千回百转 海拔在2000米以上 这些自行车手每天要往返好几次 每次运回80公斤的香蕉和木炭 平均时速超过70公里 他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几尺 脚上的香蕉凉鞋是唯一的辅助装备 因为工作过度危险 所以这些布隆迪运输工 也被叫做疯狂香蕉人或者奥德彪 每一天都有因为失误而长眠的倒霉袋 根据布隆迪公安和灾害管理部门统计 香蕉人工作致死的事故 从2017年的3145起 短短一年就上升一倍 达到了6000起 推着车的塔让 自认没有其他本事 但是他胆子够大 也喜欢骑车送货 有时候他接不到送香蕉的活 他就会把自行车当作出租车去拉客 塔让很快就出发了 他骑得非常快 车上一共拉了八大串的香蕉 总重量达到了160公斤 他需要送到15公里以外的目的地 才算完成任务 好在他的运气不错 最开始的一段就是下坡 塔让自行车非常的破旧 上面秀极斑斑 车身十分松散 甚至车圈也有一点瓢 在距离目的地三公里的地方 出现一个大上坡 从这里开始 他必须使劲登 不能有一点松懈 因为稍有不慎 车子翻倒 轻则香蕉被摔烂 重则骨折身亡 塔让今年才22岁 他从来都没有上过学 从他有能力独自生活开始 他就一直在做这个 用自行车送香蕉的工作 或许将来能找到 轻快些的行当时 他才会考虑转行 布隆迪的女性 有把物品放在头顶的习惯 对此塔让十分的抗拒 他说 就算是累死 也绝不会像女人那样 头顶货物 从市场出发45分钟后 塔让终于抵达了啤酒作坊 从推车的样子可以看出 这些香蕉真的很沉 这工作没力气 根本就干不了 作为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拥有一辆自行车 其实已经算不错了 不过塔让结婚很早 20岁之前 就已经开始养家糊口 他要努力赚钱 来供养妻子和两个孩子 他说自己干这样的工作 怎么可能攒得下钱 这价收入仅够糊口而已 他甚至连一条新裤子都买不起 根本看不到希望 类似塔让的底层人 在布隆迪还有很多 这位司机叫卡布拉 开卡车十年了 他只开白班 毕竟开夜班太危险了 这里的马路还算规整 但有一些路段太窄 还不到六米宽 过弯的时候 还得堵着点坑洼的路面 埃莱克斯是一名电台女记者 他就非常关注这些自行车运输者的状况 通过采访得知 这些香蕉人对卡车多有怨言 他们认为卡车抢了自己的生意 而且香蕉人还要提防那些偷自行车的窃贼 毕竟车子就是吃饭的工具 要是被人偷走 可能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 香蕉人都要饿肚子 卡车在这里遇到了下坡 卡布拉本来可以开得快一些 但是他有顾虑 因为他知道车尾挂着一串香蕉人 这让他非常烦躁 但是他又担心加速造成交通事故 所以只能尽可能开得慢一些 这种搭顺风车的行为 不仅骑车人有生命危险 对汽车司机来说风险也不小 有时候汽车需要躲避障碍 或者地面上的坑洼 但是抓着车尾的那些人看不到危险 突然受到惊吓就可能人仰车翻 这位从坡上飞冲而下的黑人汉子 叫埃里克 从事香蕉运输这个行当已经有五年了 今天他拉了14寸大香蕉 重量达到了250公斤 远远超过了平均标准 埃里克需要把香蕉捆得严严实实的 要保证香蕉不会有压痕 重心放在中间的位置 这样拐弯的时候就不容易翻车 在上坡的时候 埃里克也没能顶住搭车的诱惑 终于送到了目的地 埃里克收到报酬 因为这里香蕉售价比首都要便宜 一大串香蕉价格是8000 布隆迪法郎 只和人民币只有30块 埃里克目前和女友有一个小家 但还没有孩子 他计划等找到了风险小一些的工作再说 这回他拉的是200公斤的香蕉 巨大的重量成为了下坡最大的助力 自行车的时速很快就达到每小时70公里 一路上他不能捏刹车 否则车胎就可能爆掉 我们都知道当路面湿滑的时候 骑得快很容易会摔倒 但是埃里克又不能刹车 只能盼着早些到达上坡 但有时候一大段上坡实在是难熬 没有人帮忙几乎很难前行 因此 香蕉价的好帮手就诞生了 推车人 这些人帮忙推15分钟车 可以挣到一毛钱 进了城以后 杂乱的交通是埃里克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里的交通复杂程度可不是郊区乡下能比的 这里的问题不再是上下坡和卡车 拉着这么多的香蕉要保持平衡 自己不能摔倒 也要小心刮碰到其他的车 终于 埃里克把香蕉送到市场 由于今天下雨 他送货迟到了 正常一串香蕉 可以得到15000布隆迪法郎的报酬 但他现在只能拿到1万了 由于布隆迪有非常多的自行车 配套的修车行也随处可见 开在市场周边的修理店生意最好 亚历山大是这里老板 手底下有一百多个修车工 他店里面卖的自行车和配件 几乎都是来自中国 布隆迪的自行车都差不多 需要改装和加固 为了送货要装上特质的货架 埃里克也来到这里修车 他的车胎需要更换了 为了保持良好的车况 埃里克需要花掉他微薄收入的一大部分 让他有些肉疼 但是不换不行 他的车胎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 像今天这种下雨天就很容易翻车 布隆迪的经济是无情的 生活越来越昂贵 通过膨胀率达到了12% 腐败频频创纪录 国库更是空无一物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 布隆迪58%的儿童 患有慢性营养不良 该国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 世界饥饿指数中排名第一 因此成为香蕉人还算不错 至少能养家糊口 这些来自不穷不拉附近的男人 夸耀着自己比那些骑着超轻碳纤维自行车的 比利时和荷兰侨民拥有更好的骑行技术 对于他们来说 做着这么危险 只能勉强糊口的工作 身体上的疲劳可以睡一觉就缓过来 可内心的迷茫又该如何呢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